今天我們很高興能夠來到這裡 今天很感謝設計部給我們做了一個完整的簡報 這個完整的簡報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多元組成的執行團隊 他的執行能量現在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我們也看到生技產業 臺灣確實有它的優勢 我們的研發人才是好的 我們的軟硬體環境也很好 而且它還可以跟我們的IoT產業 甚至於在衣材方面跟我們的機械產業 精密機械產業一起發展 這裡是從北到南的第二代 也就是新竹的森園區 我們也看到很多廠商的進駐 有些廠商還在蓋自己要使用的空間 跟建築跟廠房 所以我們看到台大醫院這件事 這件事從我上次做行政院副院長到現在 我們總算看到他在動 所以我也覺得感到非常欣慰 也就是說我們台大分院的工程已經上涼 這代表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我們在往南走去 在中科 在南科 都有不一樣的生技跟生醫產業的公司 跟聚落在那裡 所以整個生醫產業 我覺得在臺灣的發展 我們把它的基礎都打得很好 剛才蘇次長在報告的時候講到 國際評估機構 把臺灣適合發展 而且最有優勢的三個產業 中間一個就是生物科技產業 確實我們有我們的優勢 我們有我們的產業的基礎 也有我們的學術研發的基礎 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目標明確 執政的團隊執行的效率也能看到 所以在這裡 跟各位說一聲謝謝大家辛苦了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